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83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 迷彩虎 最近我国的第二艘航母 也已经完成了它自己的首次海上试验任务 中国海军的双航母时代眼看着就要来了 在这次的海事中 有个细节不知大家注意到没 那就是002航母从发动机启动到离开码头 整个过程仅仅只花了一小时15分 当然肯定有杠金网友说了 一个航母启动就花了一小时多 这有什么值得吹啊 不急吗 毕竟这6万多吨的大家伙 可不是如同您的家用车那样可以一键启动的 说这四块 那也是和之前相比得出的结论 正所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要是明白过去辽宁舰十多小时的启动时间 那就能理解这次的意义有多大 效力毕竟整整提升了十倍之多啊 容易吗 002航母这次之所以能启动这么快 根本原因还在于 其本身不同于过去辽宁舰的动力系统 作为一艘诞生自苏联时期的常规动力航母 辽宁舰和他的野防亲戚库子力左符号航母一样 都是采用的争计轮机 而通过这次的海事 我们就可以发现002航母全然抛弃了过去的争计轮机 而改用了更为先进的燃机轮机动力系统了 那么这个燃机轮机相比过去的蒸机轮机 除了启动速度的提升 还先进到何处呢 要说最直接的改变 就是过去困扰航母的那种大黑烟 我们从此就看不到了 这是因为传统的蒸机轮机 对于燃料的热效力转化很低 正常航行还不但要紧 万一遇到紧急加速 能做的就只有加大助油量 然后必然会造成燃料的不充分燃烧 紧急而来的那就是浓浓的黑烟了 库茨利佐夫号航母遮天蔽日的黑烟就是这样产生的 至于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辽宁界世界上看到那股黑烟 那完全在于我们相比俄国人 对装备更好的维护保养力度 除此之外 由于燃机轮机相比于蒸机轮机更小的体积 采用燃机轮机也能为航母腾出巨大的内部空间 到时候 为002航母增加15架的歼15舰载机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呢 这种动力强战力少的燃机轮机 也不是任何国家享有就能拥有的 目前放眼全世界能独立建策开发 适用于大型舰船燃气轮机的国家 除了中美英德 也再也找不出什么国家了 就连当年不可一世的俄国海军 现在也不得不依赖于 咱们中国为其提供舰动力 目前我国已经研制成功的 QC280 ICR燃气轮机 单台功率可达到40兆瓦 可为舰船提供5.55万马力的超强动力 这一水平 已经超过了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 英国船用燃机MT30 如果咱们的002航母 用四台QC280 ICR 就可以达到20万马力 比现在辽宁舰还要大出6万多马力 最近这些年 我国海军装备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 各类新型舰船不断下水服役 但是这些新型水面作战舰艇 潜艇等主战装备 没有经过大规模海上作战的检验 这些作战舰艇到底靠谱吗 中船董事长的一句回答 却让所有人听傻了 微信搜索 并关注米粉房屋公众号 回复答复一词 了解到底中船董事长说了句什么 最说如今 我国在大型舰船的常规动力的技术应用上 已经相当成熟了 但在很多军民朋友眼中 没有拥有无限续航能力的核动力航母 才是根本 对此 中船重工今年早些时候 也表示了要加快实现 核动力航母的辉煌蓝图 的确如果能拥有核动力航母很有面子 但是算算账号 也许你才会发现 为了面子 应上核动力的代价 可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 对我国建造大型核动力航母的花费代价 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毕竟我们的海军 也不能只发展航母 而忽视了其他舰艇 就目前的世界已有的全核动力航母来说 它本身高额建造 与维护费用 即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 也难以应付 20多年前 美国布什号下水师的造价 已经高达62亿美元了 而这还不包括 其后50年的服役其内 200多亿维持战斗力的花费 这是按20多年前物价水平算的 现在花费更是不该想象 我们中国人历来是务实的 建造航母不是为了争面子 是为了优秀的对抗和战胜敌人的 所以说 将来航母动力如何选择 这都有其充分的考量的 请大家一定相信 祖国必然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和惊喜 为了让大家能够对现代海战有个清晰的认识 虎哥给大家找来了一款战舰手游 游戏中 玩家通过操作巡洋 驱逐 战列 潜艇 航母 这五大舰中 与全球玩家进行真人实实对战 游戏画面精美 海上场景逼真 还加入了昼夜动态天气系统 为游戏带来了更真实的战争氛围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高度写实的激情海战